我先开始咯 那英雄联盟这款深受众多玩家喜爱的游戏 承载着我们无数的回忆 在这个竞技的世界中 英勇的选手们在战场上一较高下 精彩分层的对决 让我们沉浸在游戏的魔幻与激情之中 而AI评论员作为一个崭新的技术 将以全新的角度为各位解读战术 揭示选手们的智慧与灵活 同时我们将利用最先进的AI技术 并从大量的数据中 获取关键信息 并以独特的视角 为各位呈现一个最真实且详尽的比赛分析 那在台大AI社的这个成员的努力下呢 我们共同打造了这个专案 我们将深入探讨这个专案的架构 跟使用的技术 然而我们也是在过程中 有面临着不同的问题跟一些挑战 那我们尽管如此呢 也是努力去克服这些问题 然后为各位去呈现一场充满热血 跟专业的英雄联盟赛事解说 Oh my god sorry 因为我没有连结 所以 用这个比较好 sorry 没有没有没有 就直接 我们就直接用那个 直接开全屏幕 OK 那我们先进行成员的介绍 那会是我 hello 又是我 然后我的 不好意思 然后我的专堂就是网站系统开发 还有那个微型处理 那这次有用到大数据跟网站开发 然后透过我的技术跟台大AI社做一个合作开发 下一位 下一位吗 下一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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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一位 下一位 这是我们的团队的成员 然后他今天没有来 那是蔡芷玲 然后日语 日本语学系大二 然后也是我们台大AI社的成员 对 然后 这是我们另外一位成员叫 孟翰 那 这是他的 个人经历 大家可以看一下 那主要是负责我们 做 跟 就是 产生 ChairGPT的 Prompt的 主要 然后 助手 对 然后 动一下我 然后 这是我 然后我叫邱子伟 然后大学的时候读台大生机 然后之前有加过 机器学习跟机器视觉实验室 然后未来会读职工所的 然后现在也是台大AI应用社的成员 然后目前对于AI很感兴趣 所以跟大家一起参加这个专案 然后现在暑期有在台阁大当实习生 好 那各位大家好 那我是 我叫Noflag 那我目前是主要在做资讯安全相关的技术 那目前在中华资安的团队进行工作 那同时呢也是成功大学的金融资安实验室 就是负责行动应用程式的资安检测 然后也是Google Dealer Group的台中的organizer 那也有在跑更多的很多的社群活动 以及同时也有去主办活动跟参与更多的演讲 好 大家好 我是 我现在是台大志工生 舒尔 然后以前也有在那个 在台大志工念大学部 然后我也是其中一个就是AI社的创世的人 然后我现在也在当一个自行长 然后我们在开发一个笔记软体 然后以前也有跟那个微软跟Google合作过 然后下面是我的那个研究经历 然后我们在最后一张头影片 也会就是把我们的LinkedIn的QR Code放在那边 还有我们的专案的QR Code 那接下来的话是我们AI社的那个就是介绍 然后对就是我们的成员 如果是对 对 好 好fancy 好 然后我们就是 我很喜欢讲这句话 我们现在有超过100个社员了 然后从上学期 然后我们就是现在目标是下学期大概150个社员 然后现在还刚才开始找 然后就是我们 我们是一个高度研究导向的台大社团 然后我们引领学生加入新世代的行列 好不用年高 好 然后那个 那个我们以前比较偏理论 那现在比较 我们就是获得了大家的意见以后 就知道大家想要偏那个实错方面 所以我们就是下学期 就是9月开始就会参与更多黑客送 然后做更多像这种的专案 还有继续做这个专案 然后我们强调禅学合作 那我们的活动包括就是这些社客还有黑客送 然后也会有交流会 就是可以一起玩游戏一起写词 就是有点像咖啡词 然后这个下面是我们的那个 这个link会redirect到我们的那个就是粉砖 然后还有我们的link tree 这样 好 然后我们不要assume说大家都对英雄联盟很熟 然后对所以我们介绍来会介绍这个League of Legends 好 那就是为没有玩过英雄联盟的人介绍一下 英雄联盟就是由Riot Game开发的多人线上游戏 那主要是一场游戏会分成两队 然后一队有五个人 那你们在开始进行游玩的时候 大家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角色然后进行游玩 那主要目标是击杀就是击破对面的主宝 这样子 那英雄联盟这个游戏因为大家都很就是很热门 那他也有比赛 那目前世界大赛也是最最重要的年度赛事 那会吸引很多很顶尖的战队一起参加 那像是台湾在2012年的时候 有TPA战队他有在世界大赛中夺冠 那因此在这款游戏在英雄联盟 这款游戏在台湾里面是算是颇有知名度的 然后接下来讲一下我们这个专案的概念 因为英雄联盟这个游戏发展越来越成熟 那现在大部分的玩家比起直接玩游戏 更会选择去观看比赛内容 那因为英雄联盟的比赛其实也蛮激烈的 然后里面有很多选手们的操作都很精彩 但是大部分人都还是会专注于在全国赛事 那像校技杯这种小型的比赛就很少人会去看 那我们想要提升这些小型比赛的曝光度 所以我们做了一个这个专案 希望可以将小型比赛的比赛内容浓缩成五分钟 让大家可以更容易去观看这场比赛 然后提升小型比赛的曝光度这样 那我们这个系统就叫LAIC系统 那我们是用人工智慧技术将比赛内容浓缩成短时间 让观众可以比较快了解比赛的主要情节 那我们这个主要架构有分成四个部分 那有用户界面资讯截取 跟深层式人工智慧跟语音合成的部分 那接下来也会一一介绍这些部分 那我先大概简单的讲一下我们的系统流程 就使用者可以到我们的平台上面上传他想观看的比赛影片 那我们会透过比赛影片 会有赛评去讲解这个比赛的时候 我们会用语音辨识系统 然后去读取赛评的逐字稿 然后再从中截取它的关键字 然后利用网路爬虫技术取得一些更多的资讯 那我们也可以用RAILAPI 官方的API去取得那场比赛的资讯 那结合这些数据 我们就可以用深层式AI 深层比赛的内容摘要 那有了这些摘要 我们可以依照使用者需不需要翻译 那最后我们会将翻译过后的摘要 用语音合成的方式播送给使用者 那接下来就是我们介绍一下技术面的部分 好那我是负责就是收集资料的部分 因为我们需要让AI去识别说哪一些是 就是英雄联盟的关键资讯 我们就要模仿说那些评论员他们可能在讲解赛事的时候 可能会用一些比较专业的术语 然后去解说这场比赛 那我们希望AI也可以做到如此的境界 所以我们需要去利用RAILAPI 就是官方他们有提供一个API 然后把那个他们RAILAPI会提供 就是有玩家资讯游戏的就是英雄角色的一些详细内容 那我好就是这些资料那当然不止这些 但是我那时候没有挖很深 那从现在目前挖到了除了队伍名称 然后还有角色的名称中英文版本都有 然后英雄的类型难度等级这些资料 那这些资料呢我们会去喂给就是AI的 就是我们使用的AI技术 那他需要知道刚刚那些资讯 然后才能去训练说 怎么去演讲这场比赛 那我们之所以要这样做 就是为了去减少整个能力成本 就是每一场解说员都要去解说每一场比赛 那我们用AI就可以去取代的话 那这样会不会说是更好的 然后还可以去应用到不同的比赛中 那不只是英雄联盟 只要他有提供RAILAPI 或是网路上可以爬很多的就是英雄的资讯的话 我们都可以把它这些资料变成一个资料集 把它收集进我们的就是英雄的就是我们的AI的数据库里面 好 OK 所以我们也会用自己的方式来做这个部分 然后除了这个以外我们也有评论的部分 因为有些League of Legends的commentator 可能会有没有评论员 然后有时候会有一两个三个 然后比如说什么世界杯的话 就是DRX跟其他的团队 然后这个大概是我们要考虑的几个部分 那这个部分蛮直觉的 是Speech to Text 就是语音专文字这样 然后它叫STT 然后它就是还蛮直觉的 我们是用那个Microsoft Cognitive Services 的那个ASR的功能 然后它叫Microsoft STT这样 然后其实Speech to Text 因为时间的关系不用讲太多它的应用 但是有非常非常多的应用 比如说就是一个assistant在你的手机上 或者是Google Home什么之类的 然后或者是如果在做笔记软体的话 就可以用 或者是即时翻译 然后对 我看像什么Google Pixel Fold 它们有新的手机 然后是可以fold Google Pixel Fold就是可以fold 然后就是两边都可以看荧幕 然后就是即时翻译这样 是蛮酷的Speech to Text的一个应用这样 好 然后我们选择的 我们有研究过大概可以用什么Python的套件 比如说那个Chronic Email的那个Sphinx 或者是一个很简单的叫Speech Recognition的套件 Google Cloud Speech的话好像需要付费 然后蛮贵的 然后Azure Speech的Text 会有一个Limit 但是不用付费 反正我们现在有Azure的Credit 所以不用 然后 对所以我们最后 因为它很可靠 而且它的准确度很高 而且也有多语言的 就是支援的能力 所以我们最后选择的是 Microsoft Azure的Speech to Text 然后接下来也是很直觉的部分 就是Text to Speech 文字转语音 然后TTS这样 然后我们的系统是用OpenAI 所以我们就是Text to Speech 那个Text本身是GPD4生成的 然后我们用Text to Speech 把整个OpenAI生成的稿念出来这样 然后现在的Text to Speech的机器人 听下来非常像人类 甚至比如说你看什么Instagram的贴文 然后那个Creator他懒得去当一个Speaker 然后他就给Text to Speech就可以 就是他听起来很像真人这样 然后这个他的应用也在像那个 语音助手或者是语言的本地化 或者是语言学习这样 然后对他的声音很自然 然后因为就是这几年的就是进步很多 然后以前听起来非常不自然这样 然后他有很多客制化的选项这样 然后这个是我们生成式AI的部分 然后在就是文本生成的领域 我们用就是这几年年初所released的GPD4 然后是一个强大的生成AI的模型 然后可以用在那个对话系统或者是内容的生成 机器翻译或者是教育辅助 还有那个个性化推荐 还有和游戏开发等等 然后我们是用一个RIOT API的帕充就刚刚一听讲的 然后搭配这个GPD4做NLP的分析 然后我们建立我们的AI解说源的模型 然后使用它的自动化的分析的比赛情况 而且也提供一个准确的解说奖 然后接下来是JT的就是前段的部分 这样 那这边是我们的UI界面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说我们的特色是 左边这边是我们的评论界面 那在我们透过RIOT的官方资料 可以取得一些官方数据 包括这场比赛的一些玩家资讯 还有该场对赛的一些玩家的数据 那提供我们更详细的一个具有公信力的数据使用 然后接下来我们透过我们JTGPD 来做一个针对该场比赛的一个赛事风格的内容产出 那你可以去让它去模仿一个专业的赛品 或者说幽默风趣的讲评方式去 让整个我的赛品有更多样的变化 然后再能在短时间内 就是能将一个完整赛事统整后 快速产出一个完整的评论这样 最后我们透过微软这个语音 来提供不同角色的合成语音 配合JTGPD这个携手 来让我们的语音播报能更为生动也更为自然 那这是我们目前的系统界面的设计这样 OK 那我们先来播放一下整个影片 OK 那接下来我们展示一下我们这套系统 那这套系统是采用云溪这套语音来播放 那就是各位在各大社群媒体会大概有听过这声音就是 常常用来一些电影讲评 那就是像是大壮 小帅 小美那样 不出意外马上就要出意外这个语音去做一个评论 所以这语音的名字叫云溪 OK 那给大家体验一下 还没生用 哇 云溪变哑巴了 抱歉 等一下喔 我的云溪没声音了 我的滑鼠 那你被收走了吧 好好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云溪没声音 噢噢 噢 想把我同步一下 可是我没声音啊 有啊 有啊 等一下喔 太响声了啊 哎呀 然后这个有一个直接空背哦 既然没有碰到那信号信号的话 就是跑不留情 好吧 变墨具了 抱歉 那 那 可是我不知道 还是要回到自己的数据 对啊 这个时候 给大家体验一下 还到营销 没有没有 最后他有音乐吗 好啊 没有没有 这是我故意静音的 不然我放原来的声音好了 呃 原来的声音试一下他 因为如果这边没声音就没声音 对啊 就抱歉 对啊 因为他是一个透过嫁接 所以 可是他已经最大声了 对啊 哎呀 我的芸汐没声音了 哈哈 啊 可以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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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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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现在这个电脑也播放不出来啊 对 大家只能去想像声音了 哈哈 可是你要配音 我配音 可是你要当机女的来学校 你要啊 所以现在应该只剩下 你这台电脑也没有声音 所以你要当机女的来学校 所以你要当机女的来学校 所以现在应该只剩下 很奇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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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手机播放一下吧 他这超小声 他这超小声啊 我不懂了 第一次不知道要拆台了 有吗 有声音吗 没声音耶 超小声大 芸汐 芸汐他就叫芸汐 可是 阿这是交换版的 你可以根据你的需求去做调整 阿怎么没出 那 所以我们透过像这种的 实际的人去做个 不抱一只不抱 这次想要找谁 玩River还在走 但反而是卡开喷了 我真的想要结束游戏吗 其实兵蛮少的 而最终是选不调退了 但信号信号 不想放你走 现在互必往前 EGO我要就是擦肩而过 而且又打Vivo 现在的话 往前一钩 涌装定做River 而且是狂风往前 所有人就是要杀这个雷格二 说了 直接靠这个咒毒暴风 而侧面的Missing 反升了一个控制力 放完了吗 放完了 那大概就是這種feel他可以模仿多個賽評 然後把他塞成同一個 因為不想要搞那麼多角色 對然後就是可以看到說我們字幕 這個字幕原檔他去做一個中文翻譯 所以不好意思 因為TrackGP3.5他有個小小的缺點 就是你就算下Prong他是繁體中文 他有機會就變簡體中文這樣 大家眼睛冷耐一下 那最後他會整個去做 影片的會將這些字幕做一個summary 就是擷取詐料然後做一個賽評的講解 那如果有一些比賽的數據他會 一併去打在那個右上角那個字幕那邊 ok 那就是整個系統的那個展示這樣 那我們這套系統是有四大特色 那就是採Rollet的官方數據 那確保我們的資料是準確性還有可靠的 接下來就是右上角這邊我們採用微軟的語音風格 那可以設計你的風格去做選擇這樣 然後包含說我們剛才可以加快版的或慢速版的 他還有 他總共我這樣測過至少有超過16種不同國家的語氣 還有你聲調這樣配合起來大概 已經總共超過40種以上的一個組合這樣 ok 那透過微軟的那個speech to text 他會做一個在地化語氣的翻譯 然後他其實就簡單講就是 他會把video不會翻成視頻 他會翻成影片 所以我覺得這個設計還不錯 那再接下來就是透過TrackGPT 來做一個賽評的輸出 包含說你要客製化你要專業講評 或者說牛蒙風區的講評 那由TrackGPT這個寫手去做一個個性模擬的動作 ok 那接下來本次的系統架構 因為這個是比較企業上會比較用多的 那我習慣是用MVC的架構 那MVC是適合說我們整個team去做開發 去做一個分工合作然後採用的架構 那MVC的縮寫就是那個model跟viewer viewer跟controller 那用意就是讓我們來去做一個很好的分配 那所謂的前端就是viewer的部分 那就是有給前端人去做一個網頁設計 或一些JavaSquid的一些開發 因為現在比較少純粹做UIUX這個設計 那除非是你的網站有這個需求 在另外外包辦 通常是寫網頁的前端人員去做一個cover的動作 然後那個model就是後台的一些資料庫的數據 那我們這邊是採用RIOT這邊的數據庫的資料 那讓他去做這邊的資料處理這樣 然後最後就是control就是將你這些的邏輯或者API的一些動作指令 那由control去做一個控制 然後再將你要的資料打到前端去做一個顯示這樣 然後接下來就是我詳盡的介紹說 這個MVC整個運行的一個過程 那前端就是所謂我們User會最常看到的 第一個首先就是看到他的畫面 那上面有一些動作選擇 或者說像你要播放器 或者一些資料呈現 那就是在前端的部分 那前端你只要有一些選擇動作 或者說一些控制 那會透過control去做一個控制 然後去做一個服務 然後對於後面Service就接收到這個服務 去做一個相對應的處理 像API的呼叫或者資料的處理 然後後面的那個model就是所謂我們資料庫的這個層面 那資料庫的層面就是剛才講的 我們用RIOT的資料庫去做一個我們的資料比賽的輔助這樣 那以上就整個MVC的運行架構 那總結是說我們想要透過 這個人工智慧 我們中指是推廣各國的電競技術賽事 然後將一場可能40分鐘到1小時的賽事濃縮期 播報然後縮短每個人的觀看時間 那發掘更多素人的素人 或者說應該是小團體 然後讓他們能在短時間內 可以給一些類似星探的人去做一個發掘 那才不會說你空有技術 然後結果你默默無有 我覺得蠻可惜的 那最後是透過我們的能工智慧跟寫手 然後再來是自動化處理 可以將你的微軟的語音做一個多樣化的合成 那以上是整個我們的 這是開發的宗旨跟訴求這樣 謝謝 下一頁是由我們社長去做中間 然後我們最後要講的是未來的計畫 我們可以增加比如說可以應用在其他的遊戲上 比如說DotaR 因為DotaR就是可以做一點Transfer Learning 就是跟英雄聯盟很像 然後就是我們也可以增加即時的賽評 比如說如果你是VTuber 或者是你有直播的評論的需求的話 然後也可以增加一個 就像那個電子經濟社 就是他們推薦的一個 那個精彩片段的賽事分析 然後更多語言的資源這樣 現在是中文跟英文 然後最後一張 我們就是有一個open source project 在GitHub上 然後他在做手邊 然後我們右手邊都是我們的LinkedIn的QR Code 那如果要聯絡我都可以歡迎 然後我們AI社還在找 就是剩下兩個幹部的職缺 然後是那個技術不遠 然後因為我們要參與很多黑格鬆 然後就會有這個需求 那就是如果有興趣的話歡迎 然後那個 歡迎跟我們面子 那我們八月底還有九月初 就是開學的前一天 會跟那個台大的聯發科研究 在那個學信館辦一個研究的 研究論文的一個活動 然後是一整天 然後總共花了兩天 然後也歡迎報名 我們的那個連結會在那個分轉講 就是剛剛那個 就是NTUAI.Club 好 謝謝大家 謝謝 那大家現場有沒有什麼 針對今天的議程有要提出 提問的呢 好 請 請說 這邊想問一下就是關於那個比賽啊 不是說它會濃縮比賽精華嗎 對 對就是像說把一個 一小時的比賽濃縮成幾分鐘這樣子 但我剛剛我看到的是就是 我們會就是客製化賽品嘛 對但是這個濃縮的部分好像 就是因為可能需要去挑選說 這場比賽哪一些部分 比如說去吃大龍小龍這種精彩片段 去爭取的時候 這種就應該會節錄下來這樣 就是這個部分有做什麼樣的處理嗎 還是因為剛剛好像沒有呈現到 這個demo它只有9分鐘 那 對因為那個最強聯盟了吧 發現它沒有吃龍對不對 對 因為最強聯盟本身就是那個 其實最難突破的點是 我們透過Ryan的API 那等於說它是官方收入 那如果這場賽事它沒有去收入的話 我們是蠻依賴說 可能你現在直播 你會說我現在吃八龍這幾隻 它會做一個轉路的動作 如果它都是沒聲音的話 確實對我們這個 現在目前這個技術是比較難突破的 所以如果最好就是 如果你要有官方數據 那就是現場比賽 那現場比賽我覺得是蠻難的 那有通過一些各國玩家的直播 去做一個配音 然後去做一個翻譯的動作 然後達到一些賽事的突廣這樣的呈現 對 就目前的功能就是有這個智慧賽品的部分 對 就是說你可以 像是如果我自己玩的話也可以 可以加入這個智慧賽品 這樣 就是它是可以 喔它要有那個 影片 就是要有那個後端資料庫才可以 你想要自己幫配芸汐的配音嗎 可以啊可以找我幫你配 就是你影片 我會從線上去撈群 那一般撈群它可以做 它比較難做的就是因為它去做一個轉業工作 然後就是把它當頭下來 然後去做後台一些處理 發揮說剛才的語音合成 那那是已經原始了 那是已經遊戲畫面 應該遊戲聲音是被換成剛才語氣的語音 去做合成這樣子 對 好 謝謝 謝謝 現場還有朋友要提出問題 我第一個問題是請問一下Riot的API會提供到多細的資料 例如像說比賽中間的內容或者是 例如像說推塔或是打巴龍的 或者是說KD之類的狀況的話 它會不會提供詳細的時間點 我那時候去看的時候是有到你剛剛說的那樣 但是也沒有到非常完整 因為有些資料其實它不會說很明確的時間點 或者你可能要撈某一年的獎者的 就是他們遊戲的那個就是他們競賽的資料 但是那一年的資料他們 他們不會只是說這是這一年的資料 但是他們就是一個集合包 就是裡面什麼都有 但是你要撈特定的你就會很難說那它是哪一年的 那另外一個問題是 如果是拿既有賽評的影片來剪的話 那個影片都應該是剪過的對吧 所以你有可能沒有辦法使用這個AP來套 那這樣子的話是透過聲音來 就是透過音效來辨識比賽的狀況嗎 我們應該是透過那個 就是剛才講的就是如果說它是被截斷的 或者說它是線下的 甚至說就是不完整的一個賽事 那我們算是很吃那個聲音這塊 那未來我們會加入一些可能 擊殺所有音效的擷取 因為我們就要把人聲去濾掉 然後再就針對一些很發 就特效我們去抓這個聲音去做一個 所以抓像是什麼 什麼Hat Spin Slam之類的 對對對就這個遊戲雲寶 那可是這個會花比較多時間 所以我們才人聲去做一個擷取會比較清晰 資訊也比較清楚一點 謝謝提議 還有人有問題的嗎 這邊需要跟我們來講者有交流 我請問一下就是我們官方的API其實就是 由這個網站去做申請 那它基本上資料大家都可以撈差不多 那包含說剛才講的戰擊表玩家資訊 然後一些這個賽事什麼幾分幾秒吃到包 之後 官方其實是有一個完整的呈現 那我在介面上其實那時候有 有做一個這個吧 對 官方其實它 你可以回去找一下 因為我現在沒有 我現在連不到 那它官方就會跟你說你現在擊殺數 然後它的戰隊 還有一些 它可以用分秒去做一個統計喔 它是可以你的擊殺數 然後被殺數 還有一些你的support數量這樣 那其實它官方的API是有提供這麼詳細的一個資料 那有興趣的同學去研究一下 好 如果這邊現場沒有問題了 那稍後的話我們講者如果真的想要有更進一步的交流 可以在我們結束之後跟我們的講者群這邊聊天 那我們今天的議程就謝謝大家今天的參與了 那我們就到這裡為止 感謝大家 謝謝